插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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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昆明站第一天 10.12日周深路透 这个视频中主要是周深和其他嘉宾去游戏场地的路上 吃吃喝喝的视频 深深知道了很多好吃的 大家一起相互分享 因平台对原创和版权要求极为严格 所以必须加入解说 后面的解说是 Billboard中国封面故事8月封面人物周深专访有关内容 不喜欢的朋友可以敬您观看 谢谢 即使已经在大大小小的各种场合 表演过很多个舞台 但让周深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次表演 却不是什么大型的华丽舞台 反而是在重庆街头的一次小小路演 那天重庆在下雨 天气很糟糕 观众都散了 大多数人也不会因为台上有哪个歌手在唱歌 就陪你淋着雨看 但是 哪怕我还没上场 我的歌迷就已经披着雨衣 站在最前排举起横幅 嘴里还喊着我们的话风雨同舟 深情不移 哪怕天气这么差 大家还在坚守着为我加油打气 也许路过的行人会觉得这群人很奇怪 但这个画面 却在我心里停了很久 很久 接受Billboard中国的八月封面专访时 周深再一次向我提起了回忆里重庆的那一场雨 歌手与歌迷之间风雨不改的默契约定 让风雨同舟 深情不移这么一句100%理想主义的话 照进了现实 出道九年以来 不管是晴天 阴天 还是雨天 布丁和生米周深歌迷的昵称都跟周深一路走过 沿路的陪伴 使得周深很想要对歌迷说一句最真心实意的感谢 一因如此 周深特别把深深感谢你这五个字 定做了他2023年感谢专场的演唱会概念主题 8月19日19点 在北京的凯迪拉克中心 周深将会把这九年来的感谢 全部化作一手手动人的歌 用心唱给每一位到场的歌迷朋友听 在这次访问里 周深感慨的说 终于能在我自己的场子里 跟歌迷在线下见面 这个意义真的是非常重大 周深表示 在线下听演唱会更有人情味 听众也能更沉浸到歌曲的情绪当中 在场的每一个人 所有的心思 想法都是在一起的 歌迷可以跟歌手呼吸到同样的空气 感受同样的频率 大家一起等待一个古典 一个乐器 一束光线的出现 当耳机里的声音突然出现在你的眼前 即使人生没有CD那么完美 或者现场出现什么突发状况 都是可疑不可再的感动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场深深感谢你演唱会 将由 TOM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出品 TOM LIVE 腾讯音乐超现场主办 周深工作室 时代立方联合主办 在过去三年 周深也曾多次参与TOM LIVE的线上演唱会 并为歌迷缔造过无数个经典的线上舞台名场面 但即使科技在发达 线下演唱会的质感 与温度仍然是无法被取代的 对此 I can live 的周深也表示深深的认同 线下的演唱会 因为跟观众面对面 我可以掌握营造现场氛围感的主动权 于是 这次的深深感谢你会是一个限定版的特别场次 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巡演 反而更像是为我跟大家创造一次见面的机会 这几年来 我一直都没有太多的机会能跟歌迷碰面 我问自己 见到歌迷的时候 最想跟他们说什么 千言万语 最终都浓缩成感谢这两个字 说感谢似乎有点虚无缥缈 周深则试图将这些感谢 变成一场实实在在 向歌迷致以谢意的线下演唱会 有很多采访都会问到我 我是如何从当年的卡布 变成现在的歌手周深的 包括我是从哪里开始出发的 中间又得到过哪些机会 直至今时今日 我还可以很开心的努力做自己喜欢的事 这些经历 细节 都会具象化的在这次的演唱会中得到体现 世界各地的生命 都在用不同的方式 庆祝周深出道九周年 马来西亚 甚至有一个电台 选了周深作为 idol of the day 并播了整整一个小时的周深作品 能够被不同城市 不同年龄 不同背景的听众听见 这也让周深相当感激 我没有想过 自己的华语歌 能被这么多海外朋友喜欢 包括去泰国 路跑南的时候 原来当地人 已听过我的歌 感谢这个时代 重生宝贝 主声宝贝 宝贝 宝贝 翻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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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 周深 在微博回复网友评论时 周深发现 来自海外IP的歌迷 似乎比以往变得更多了 声米的力量正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壮大 这是周深无法诉诸笔墨形容的意外惊喜 最开始站上舞台时 周深只是单纯的希望 能够有机会留在心爱的舞台上唱歌 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九年后得到的这一切 对周深而言 都是额外的奖赏 歌迷的存在 让我的音乐变得更有意义 周深从来都不吝啬于 向听众表达内心的谢意 包括在微博评论区 与歌迷深入互动交流这件事 在周深看来 也很像他小时候追看央视少儿频道的动画片 然后写信给主持人月亮姐姐的当年情 我一直都保留着这个回信的习惯 之前会回复前50条评论 现在就随机回复20条左右 大概 每一位双米就跟当年的小周深一样 都非常需要得到来自喜欢的人本人的正能量鼓励 在周深的评论区 到底要发什么样的内容 才会得到偶像的亲自翻牌 周深在访问中 也给出了一点小小的温馨提示 有歌迷知道我的喜好 会经常发猫猫狗狗小动物的可爱照片 或者改一些很搞笑的ID昵称 还有一些土味道极致的情话 我也会忍不住回复吐槽他们 都已经是年代这么老的梗了 你要不要考虑更新一下你的情话库 哈哈 如此温情默默的暖心互动 是周深与生米特有的沟通方式 在短视频平台 我们三步五时就能看到 周深跟歌迷之间双向奔赴的影像记录 周深不但会非常礼貌地跟向他打招呼的歌迷逐一鞠躬 甚至还曾因担心一位小朋友歌迷会因为着急而摔倒 赶紧跑过去握住对方的手 深深感谢你不只是演唱会的名字 更是周深每一天都身体力行地在做的事 是周深深的诞彩